哈喽大家好 我是周海妹 在北京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烤鸭 可是吃完烤鸭之后 那个鸭架子扔掉很浪费 有一个方法处理就更好了 现在我再介绍给大家 首先我放了几个调料 有葱 姜 蒜 白胡椒粉 盐 有个小白菜 有个豆腐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鸭架子汤 葱切小段 把姜 蒜就摆进去 锅点液了 底下翻一个油 把葱姜蒜放进去 爆香 倒香的同时 消一锅水 把鸭架子倒进去 把鸭架子倒进去 你就会看到这些烤鸭有出油 所以我都没有放油什么的 然后就大火 煮开40分钟 现在就是等待的时间了 鸭架的时候 就要把豆腐白菜切出来了 现在正在煮的时候 我先调个调料 一勺盐 胡椒粉多一点 一定要搅到完全溶掉 要加个调料 然后快速的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就可以先加豆腐 小白菜炸进去 然后就把盖盖上就可以了 现在大火煮10分钟 然后再等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鸭汤已经煮好了 我盛出一碗给大家看看啊 你看 这样做又美味又好喝 也不浪费